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永远不会对围棋缠上兴趣 他也永远不会发现自己是个围棋天才 如果小亮和楚莹同时掉水里了 你会救谁 我救楚莹吧 他那衣服太多了 就好像浴巾沾了水 你就变得很重 他那六七层衣服 他自己就直接沉下去了 赶紧给他拉上来 如果你跟楚莹掉水里 你猜石关会捐揍谁啊 我觉得石关会救我 因为楚莹他不弄水啊 小豪好像还挺会有用 给机会里的小伙伴们的奇力排个名单 第一位肯定是楚莹 第二位就是四位大师嘛 然后许厚也很厉害 然后就是我 然后就是余亮 时光比余亮下期更厉害吗 那当然了 不必多说 那我们采访余亮的时候 他说余亮比时光强一点耶 哎呀他 他就是他一直都这么自恋 别理他 他对自己没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就是也许他之前比我强 但是后来他吓不过我的 听说现实中小豪比你奇力更强 那完全属于扯了好吧 那完全属于扯了 超哥也没都吓不过我 小豪还托我们给你带了句狠话 他说 早点追上来哦小弟弟 我一会就去北京建议学院 你现实中 Hello fellas 你干你干嘛呢你在哪呢 我跟你说啊我在录采访呢 你说话注意点 这鱼也挺好汉的 你说你说你跟我说 让我赶紧好好追上你弟弟 这话是你说的吗 他给我挂了 之前的采访里你说自己像小土豆 现在还这么觉得吗 愤怒的土豆 因为我之前说我以前个子很小嘛 青春期期比较晚 但是我小时候就是老老老爱生气 然后我就说我像一个愤怒的小土豆 我现在也觉得我像土豆 但是就是那种外表朴实无华 但其实很好吃 而且是做什么菜都觉得放放里面都ok 我觉得演员就应该当一个土豆类的角色 你知道吗 什么菜 或者什么肉 就是怎么炒 你都觉得是ok的 现在越长越帅的逆绝是什么呀 逆绝 看齐魂 保持快乐 看到齐魂大结局的时候还能保持快乐吗 要不要预测一下观众们看大结局一时后的状态 我必哭 我哭炸 抱哭一顿抱哭 我们剪辑老师都在哭 就让他们不经意都给我哭 那你就别说了 提言都说他哭了 人肯定就就就就就抱好心理准备了 我们人生都会面对离别的 我们永远都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故事的最后找到神之一手了吗 不告诉你 这里的伙伴们拍戏中场休息时有什么消遣方式 我们就聊天下午子齐 哦 这这里必须公正的说一句 好声是我觉得下午子齐我碰到过最厉害的人 他跟我说他去那个手机 吴子齐打那个地狱难度的电脑赢了 我当时你知道我当时那个心情就是 啊 哈哈 你就是机器人 AI 前几天你说如果齐婚不好看 网友可以带话题骂你 所以你最近有在微博上看到吗 没发现有几个带话题骂我 反而那些真正骂我的也没带话题 好像是怕我看见 有网友发帖标题是 谁说齐婚真香的进来 你猜帖子正文会是什么 内容肯定就觉得不好看吧 帖子里的内容其实是 谢谢你说的对 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谢谢你感恩家人 最近被学校的女同学们追上了热搜 当时刺激吗 当时情况很混乱 大家可能也比较高兴看见这个 剧中的人物走出来了 你羡慕你的男生们说点啥 演员行业欢迎你 等一下你会再次体验对追的感觉 谢谢大家的厚爱 这也算是在自己老东家 这待着 我上次还去了 爱奇艺的海南的基地 然后你那边附上了很多项目 又一次感叹 差点真大 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是同事了 我可有我的公牌 公号我就寄人 爱奇艺0817 因为我生日8月17号 前面的爱奇艺知道啥意思吗 就是爱奇艺 爱奇艺 时光的脑洞道具三件 第一个 楚莹 余亮 男朋友 楚莹是余亮男朋友 VIP 榴莲 猕猴桃 如果你开通VIP 爱奇艺有可能会送你一筐榴莲 和一筐猕猴桃 爱奇艺女朋友 看奇魂的时候 把爱奇艺当成自己的女朋友 我20了 你天天让我这 营业这种东西 我不喜欢这种可爱的东西好吗 保持帅气的自己 来吧 最终有你和古语做引起向上的戏 你平时锻炼吗 你和古语谁的体力更强呀 锻炼啊 哎呦 锻炼是小体格子太刺了 你做引起向上能做多少个 两个 没有没有开玩笑 大概能做个素饿 有一段你们去澡堂搓澡的戏 现实中你会跟着老树皮聊啥 轻点 你身边有没有哪个男方朋友 没有搓过澡 小卓 我前两天带他去搓了 他刚开始 特别拒绝 他说哥 真不行 我真弄不了这 搓完之后 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透了 对 如何每周三准时get神剧亮的最新节目呢 打开爱奇艺搜索神剧亮的官方 一键订阅 或扫描二维码 关注爱奇艺电视剧微博微信公众号 掌握最新剧透 追剧再立呗